大家好,我是帮大叔,或者是这个本期的,我欢迎来观战一下目前SE邦邦心理昆虫杂技前锋 还蛮不错的 这个阵容还真不错,这个阵容你上来抓杂技,抓昆虫,抓心理 它都不是那种就是你看上去好像不难抓 但是它也不好抓 前锋呢这边老老实实带薄命 稳定撞就,套薄命,或者卡着找机会就都可以上来心里躲猫猫 这躲猫猫躲的,这躲猫猫躲的把邦邦都给躲炸了 邦邦这边甚至都觉得人在地下室 有一说一,你们敢不敢跟我正面对抗 对吧 来呀,单挑啊 躲这算什么英雄好汉 这心里躲的位置真绝了 绝了 这个鬼屋变成了邦邦的鬼屋 这里面有个鬼 对吧 指纹其身不见其人啊 空有耳鸣看不见人在哪里 再回头 有耳鸣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哇,那个老天爷 这边心里再压脚步来不及了 这波的话 光躲,感觉躲了 得有个七八十秒钟了 闪现CD这边瞄眼已经好了吗 杂技低台机制都修完了 即便是过来直接给个震射 说实话这个牵制时间都够了 这个牵制时间都够了 一刀倒地 好的,那这边镜头给到前锋啊 六确实六不动 但是狗住了 嗯 在一个强力邦邦面前 SE邦邦面前 心里的一个牵制力 确实是 比我想象当中要倒得快一点 我本来想象当中这边 比如说,对吧 应激交完什么的 也要不少时间了 前锋这边拉球过来 没有用 那这一波的话 前锋这边的救人 因为邦邦手里面的闪性还没有交掉 再拉球 遥控雷 这边的话拉球 要堵 好的,可以 只要能够救下来 只要能救下来 对于前锋来讲就成功了 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手段 什么样的方式 偷 撞 强行救 拼脚步 拼操作都可以 不管黑猫白猫 能够把人救下来的 就是好猫 呃,机子的话呢 目前来看 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还得前锋再来救 前锋这边摸了一根针 让昆虫来救呢 前锋这边那边 这机子就不够了 讲道理是勉勉强强 如果说想要冲四人开门战 是要让前锋来救的 这边前锋吃了一炸 前锋故意吃一炸补状态 前锋这边故意吃一炸补状态 但是 昆虫这边人救不下来了 一刀没打中 没关系 回头继续防守 前锋这边的这根针 也补不了 帮帮翻大盘 翻大盘 这个局可能要翻成一个多 可能要翻成一个多 这边前锋状态不好呢 帮帮可以怎么打 这个时候我们明确一点什么 昆虫的机子是明显不够的 昆虫是半血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号 击倒前锋 传送落地 秒昆虫稳赢版 稳赢版 对吧 因为 帮帮也知道昆虫的台机子 什么时候点的昆虫从哪个方向来 所以说这边直接船也行 因为这把的话 说实话这前锋的表现 还是非常优秀的 救人救下来了 这边的话牵制扛住了 那看昆虫 没有抓到机会 一个机会都不得 帮帮传送落地 败血昆虫 给溜了 帮帮帮传送帮帮还是宝瓶真胜 还是一个真胜 但是真胜的面不高 一半吧 一半吧 这里听到翻箱子的声音了 哇 这波牌昆虫 这波牌昆虫就是 帮帮对于地图上面的一些 箱子 位置是门清 直接找到昆虫 还是想起一个那个 漂亮 击倒 因为一旦击倒以后呢 大家注意 这波帮帮击倒还有一个什么好的点 他可以管一边门 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杂技来救 前锋压机 前锋那边 我已经不管你了 前锋这把你就走 但是如果杂技过来救人 其实这个时候不要救人 不要救人 杂技压耳鸣 直接亮机 要比救人好太多了 这波救人是什么 这波救人是给帮帮机会 因为救人你的位置什么的 更加的会让帮帮明晰 其实是不救会更好一点 不救帮帮难受 密码机直接亮 当然这把他求人有一说意在 牵制对抗层面上面是真的一点机会不给啊 因为像这种局啊 就这边如果我击倒了昆虫 我挂上昆虫以后 我去排帮帮 帮帮只有一个可能性 他只有两个可能性 对吧 一个跳地窖 一个是走前锋那边的一个起点门 那么如果说我排队了 我就是多抓 但是如果说当时帮帮还找一个角落 压着耳鸣 比如在鬼屋里面压着耳鸣 杂技杂技 杂技压着耳鸣 那其实对于帮帮来讲 我还要去找杂技 我还要去考虑更多 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 但这把无所谓了 反正求人者给力就行啊